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 谢谢姐姐今天让我帮助她去照顾一下小动物们 我们快出发吧 快来完成这些任务吧 乐于助人 小威士 我们在森林里遇到了麻烦 别担心 大家一定会互相帮助的 哪个小动物需要我们帮助呢 听说森林里的小动物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一起去看看吧 牛宝宝 你们怎么了 我们从窝里掉下来了 飞不回去了 别着急 我会爬树 我能送你们回家 先做个碑楼吧 虽然小猴子可以爬树 不过要把两个小鸟送回去 还是需要一个碑楼 碑楼的制作就需要利用树枝 还有树叶 对了 还有藤条 将它们缠绿在一起 把小鸟放进碑楼里 看 碑楼就制作好了 小鸟快进去吧 跟我一起送小鸟回家吧 小猴子背着小贝勒 这样就可以送小鸟回家了 这个树可真长 不知道小鸟的家在哪呢 在爬树的过程中 会受到一些阻碍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帮助它 看 这里就出现了好多的蚊子 还好 夏日葵可以帮助它赶走蚊子 差点被蚊猪涂出来的蚊猪网 铲到 快把树灯解开 救出小猴子 小猴子被束缚住了 快来帮帮它 马上就要到小鸟的家了 到家了 谢谢你猴子可可 能帮助你们 我很开心 小猴子真是乐于助人的好榜样 我们一起大声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小猴子可真是乐于助人 它送小鸟安全的到家了 拍张照片记录下来吧 三 二 一 茄子 乐于助人的小猴子 真是太棒了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 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iPhone T8 可乐姐姐 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关注可乐姐姐